违法部长 违法下台 教育部长吴茂坤 前往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进行教育部预算解冻报告 陈学胜 赖世宝等多名国民党立委 再次围堵吴茂坤 要求下台 国民党立委不满教育部放任相关人员 到武林高中等校 关切高三生申请赴中国就读高校的人数暴增 吴茂坤回应 教育部人员只是去了解 不是调查 而他最近也有听闻 有学生录取台湾大学机械系 却选择就读上海交通大学 所以也觉得教育部应当检讨现行的高教策略 这两天我们当然是看到 一些学生到中国求学的问题 这让我们也深刻感受到 我们教育部确实是需要反省 检讨一下我们的高教的现况 今天请求各位 针对这个解冻案能够来支持 因为里面确实有不少的资源 是跟高教的运作是相关的 立委柯志恩则是针对台大校长管中民聘任案 再次要求吴茂坤对现在的僵局表态 那我现在请问你台大如果不重启 林选的话教育部是不是要迎战到底 我们就是一直希望他林选委会再重新补证 好那我们问个最简单的问题好了 我们来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你们教育部从中到尾 你觉得管中民还有没有办法再被提名当校长 我们一直是说他可以进去到林选委会 讲完台大校长案 柯志恩再报吴茂坤的自身争议 他指出吴茂坤在2005年10月担任国科会主委时 去中国苏州参加国际科学理事会 但后来又到杭州参与高新技术高峰论坛 这部分并没有申报明显违法 你没有申请 我有申请 你没有 你要不要拿那个官方案 当然我马上拿给你 如果你让我查出来你没有申请 你自己转转任到杭州的话 你要怎么办 当场说 你如果查到没有就告诉我 然后你要怎么办 我就如果是真的违法 我已经讲我违法就下台啊 你就是没有 吴茂坤随后改口表示 如果真有违法 就看行政院长赖清德要不要他下台 柯志恩则感叹 他真的不晓得该为我国教育的百年大忌 来想想吴茂坤是否真的不识任部长职务 还是应该为国民党的年底选战 让吴茂坤继续留任 使他陷入天人交战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陈国伟 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